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儿美食 我是万万也没有想到燕尾夹除了用来办公之外 竟然在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的用处 真后悔今天才知道 像我手上的这种燕尾夹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平时除了我们自己用作办公之外 小孩子在学校以及我们在家里面都会用到 但是大部分情况 他的用法都是用来加一些东西 比如加一些票据或者是本资单子等等 一般情况下都是被当作办公用品来用的 但是你知道吗 燕尾夹其实除了这些作用之外 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用处和妙用哦 但是很多人都竟然还不知道 并且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解决了生活中许多的大难题 既省钱又实用 买上一盒到处都能用得到 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妙用衣放在厨房里 像这种的锅盖家家户户都会有 但是锅盖用久了之后 上面的锅盖头就特别容易坏 每一次坏掉之后 我们就会去选择购买 或者是重新找人配一个 这样呢也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有时候正好又要急用 手边又正好没有我们的锅盖头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们的厌尾夹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非常简单 随便找一个家里面的厌尾夹 然后把上面的把手取下来 这个把手特别的软 我们轻轻一捏 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塞进来 塞进来之后 它可以卡得特别的稳 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先当作锅盖头来用了 有时候锅盖头坏了 临时又要用锅盖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用厌尾夹 这样子来用 拿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只是有时候用久了呢 可能会特别烫 所以不能长时间的用 只能用来临时代替 或者是当我们拿的时候 手上一定要戴上防烫的手套 或者是用一个毛巾包住哦 既小巧又好用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妙用二放在卫生间 像这个牙膏我们每天都会用到 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 它是我们用来清洁和保护牙齿的一种生活用品 我们经常用牙膏都知道 挤牙膏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底部一直往上挤的 这样牙膏才会出来 刚买回来的新牙膏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轻轻一挤牙 牙膏就出来了 但是用的差不多的牙膏 我们就发现非常的难挤 直接从顶上挤把中间会浪费很多 但是直接从下面挤 每一次都要浪费许多的时间 才能把剩余的牙膏完全的挤到牙膏头的地方 这样一来 既麻烦又特别的浪费时间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的经验 就是因为这样挤牙膏太过于麻烦 所以很多朋友都习惯性的将下面的牙膏壳 慢慢的往上卷 以这种形式将下面的牙膏一点一点的挤上去 那么如果是铁皮的牙膏还好 形状就会很好的被固定 但是像这种塑料的牙膏壳 当我们挤上来一松手 那么它就会自动反弹 慢慢的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样呢就没有任何的用处 当我们第二天早上再要用牙膏的时候 又得把之前的动作再重复一次 真的是既浪费时间又特别的麻烦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厌尾夹来解决这个问题 把牙膏完全卷起来之后 用一个厌尾夹夹处出这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让牙膏一直保持这个形状不变 并且看起来也非常的美观 这样我们每天在用牙膏的时候 就可以轻轻一挤 牙膏就很轻松的出来了 并且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特别好收纳 既可以挂在挂钩上 也可以像平时一样 放在洗漱台上 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每次你用牙膏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不妨赶快试一试 用厌尾夹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这样既简单又省事 而且也非常的实用 并且不会导致一点点的牙膏被浪费哦 手机是我们现在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电子用品 主要用来通话之外 平时还可以用来发信息 看电视 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 用手机来看电视 看电视的时候 一直把手机拿在手上就非常的累 很多朋友这个时候 都会用手机支架来把手机支撑住 但是有时候 家里面的手机支架找不到了 或者是还没有购买上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厌尾夹来解决这个问题 将厌尾夹的把手处 用另一只厌尾夹夹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放在上面 看一下一个免费的不要钱的手机支架就有了 并且非常的稳固 样子也特别的美观大方 买一个手机支架 价格也不便宜 而且呢 总会忘记放在哪儿 而用我们的厌尾夹就不同了 哪里都可以找得到 并且不花一分钱 除了可以当做手机支架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用处呢 这样来 一举多得 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你还没有买手机支架 或者是家里面的支架突然找不到了 那么赶快用厌尾夹做起来吧 第四个妙用用来封口 家里面我们厨房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这种带装的调料 而这些调料保存不当就特别容易受潮 受潮之后就特别容易变质 变质的话就不能再吃了 而我们买回家的调料打开封口之后 那么就不好再把它封起来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买的都是这种的塑料袋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厌尾夹利用起来 把我们用剪刀剪开的地方 用手向内这样将它折叠起来 让它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状态 叠成这样之后 我们再用厌尾夹夹在这个地方 简简单单的调料袋就被封好口了 既简单又快捷 作用还非常的棒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担心 拆开的调料因为受潮而导致变质了 像这种的小调料 我们还可以两个两个 或者是几个几个的放在一起 再用厌尾夹夹起来 其实除了厨房里面的调料之外 像夹里面的零食包装 我们也可以用厌尾夹来进行收口 夹好之后 如果觉得厨房里面不好放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它挂在墙面上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很好的保存调料 而且还可以节省空间 一举多得 非常的棒哦 第五个妙用 把厌尾夹的两个把手都取下来 把把手放在勺子的饼上面 像这样倒立着放 然后用橡皮筋或者是布袋子 将它绑紧 家里没有这种胶带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透明胶 将它全部粘在一起 绑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这种的勺子了 另一个厌尾夹把手上 我们也要绑上一个一模一样的勺子 绑好之后 再依次将厌尾夹把手安装到 我们刚才的厌尾夹上面 这个安装起来非常的方便 直接在顶部轻轻一挤压 就放进去了 两个都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这样的厌尾夹 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出来 有什么作用了 其实这也就是一个 我们自制的简易的鑷子 生活里面总有许多的意外 就算是家里面有鑷子 有时候也很难找到 或者是一不小心坏掉了 还没来得及买 我们就可以自制一个这样的鑷子 看一下 它的承载力特别的强 像手机这么重 也可以轻而易举的加起来 并且非常的稳 就连圆圆的这种调料瓶 也能轻松的加起来 非常的棒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来烤烧烤的时候 加一些菜啊 翻鸡翅啊 翻鸡翅膀啊 都非常的棒哦 第六放在卫生间里面 像这种的盆子 很多人家里面都不止一个 甚至有三四个五六个 但是收纳起来的时候 就非常的费劲 也非常的占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燕味加 随便加在盆盐的哪个地方 加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挂在墙面上的挂钩上了 这样一次还可以收纳几个盆子哦 非常的方便 既省事又好用 还特别的省空间哦 第七个妙用 用来当作临时的挂钩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或者是在家里面 急用一个挂钩 或者是急需一个晾衣服的狗子的时候 那么又找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燕味夹 用燕味夹随便夹在一个可以夹住的地方 然后将衣称挂在上面 就可以晾晒衣服了 只要能夹住燕味夹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挂上东西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妙用八 像孩子上学用的书 新发下来的时候 哪里都是好好的 用上一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脱壳脱皮 不仅书如此 学校里面用到的本子也会这个样子 尤其是一些笔记本 每天都要寄东西的 脱了壳子之后非常的难看 有碍于美观 并且呢 这样纸张也不会沾得特别紧 松松散散的 非常的碍事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不去管它 任由它自生自灭 其实我们这会儿用燕味夹就可以解决哦 像这样 加上一排 我们的书本就可以很轻松的被固定在一起 再也不会轻易的松散了 外观也非常的漂亮 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既好看又实用 棒棒的 第九个妙用 用在卧室里 不知道你家的床单是否也和我家一样 刚铺上的时候特别的平整 睡过一晚上之后 就东窜西窜的 甚至像这样皱皱巴巴的 看起来非常的难看 尤其是东窜西窜 非常的让人烦恼 其实我们用燕味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先将床单完全扯直没有褶皱之后 我们再用燕味夹夹在床边处 床头和床围各夹一个 两边都要夹上 像这样我们的床单就一直是特别平整的 再也不会皱在一起 也不会东窜西窜了 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 你是不是也万万没有想到 在生活中只用来当做办公用品的燕味夹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妙用哦 除此之外 你还知道其他的妙用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更多的朋友收益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